社交商养成第三式 孩子不会与人交往怎么办 你们也带着人家高兴是不是 娃娃 你的舌头被车压了 你好有观察力 请帮我弄尽口音吧 看到了吧 世界上有一种尴尬 叫做你的反应他永远不懂 于是一斤计划叫上社交高手他爸 一起出手帮娃娃娃一把 这位小朋友 我看你骨骼亲戚 是天生的社交好手 不如我再送你一本社交秘籍吧 听 等一下已经很受欢迎了 不需要 你留着送给我的好朋友听听吧 呃 这本秘籍 这本秘籍能让你受欢迎的程度 增加提升一百倍 他会告诉你 同学们的笑都代表着什么意思 别人的表情和动作又都有什么含义 他还能够帮助你站在别人的角度范围思考 总之啊 这是一本不是出的宝书哦 哦 真有这么神奇 爸爸 你太神了 外边跟变了一个人似的 同学们也愿意跟他一起玩了 嘿嘿 小意思而已 孩子们的社交是孩子们的 但是当他们出现一些社交困难时 就要帮他们找到症结所在 比如 歪掉 就是在读懂社交信号方面遇到的困难 我只不过是帮助对症下药了而已 呵呵呵 社交商养成第三条 社交力强的孩子 能随时留意环境的变化和人的反应 做出自己的判断和回应 但有些孩子对这些社交信号并不是那么敏感 爸爸妈妈要及时发现 提醒孩子多思考和理解别人的感受 了解肢体语言和面目表情的含义 明白话语中的暗示和意思 并帮助他们加入伙伴之中多做练习 讨厌鬼没准就会变成万人迷呢 一丁二两